他电我 你拉到奥丁 你解不掉 那就更炸裂 拉到奥丁就赢 嗯...没有 对面手牌可能不好 我好几局你问下我的观众 我拉到了奥丁 甚至手牌还很好 对面锻造一把石费刀 给我打死了 你有概率赢 因为太坦 可以保证你有嘲讽 但现在战士过墙特别容易 剑人风暴是一张能过强的牌 还有四费三甲AOE是能过强的牌 现在战士奥丁被拉了 伤害还是很足 打死一个30的术士很容易 只不过 就是上一把的情况来说 对面可能伤害也不够 而且我手里面其实还有那把刀嘛 正常情况下 没有奥丁 这个战士砍死一个30的职业 太容易了 我以为他要翻刀过了 真的吗 一没有必要下 你下了一被对面一刀砍了 场面上有二 就是一可以保证 你随时都可以启动亵渎 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 你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硬币打这个六 这里你满手牌了 所以没有必要抽牌 那是意义了 那下游盒可以打这个一 去把意义破了 可以打一加卷轴 我翻刀过是很正常的 你不看我打控制 永远是翻刀过 萨满图腾过 对不对 一个控制卡组的专业 就一定要随时随地 可以保证空过 你如果受不了空过 你就打不了控制 我认真的 它有没有可能是爆炸呀 这爆炸就搞笑了 我觉得现在撕太早了 现在撕很有可能是为他人做嫁衣 帮对面过牌了 爆炸要这把刀 他会不会想不开 然后就翻刀了 那么问题来了 他要我这把刀是为什么呢 有三奈 他找个药膏 三杠三 厉害 你也找乐章 哦 开心就好 哦 没事 小事 有点疼 很疼 哇 你个贵贵 太坦霉了 他撕掉我四张诅咒 认真的吗 行吧 弟弟 你激怒了我 干得漂亮 你撕了我四张诅咒 这个局你也赢不了 我话就放着 你不说话 我看起来 还准备帅 你 我看起来 你 还准备帅 我看起来 要耐久还是要削的 我手里是有三张诅咒 但是我得把耐久削掉 好东西啊 很难够 你是能赢 底 撕啊 你是能赢 因为真的很弱 圣物拍照虾不厉害 虾子的卡组都不厉害 虾子的卡组没有一个是厉害的 虾子这个职业 这个版本虾子可能只比萨满好一点点 垫底的是萨满吗 萨满在网上估计就是虾子了 真的 我认真的啊 萨满在我心中真的垫底这个版本 没有一套牌能打 混击 屠蒻莎也打不了了吗 吐增莎本来又打不了 你不会有错觉 看我图腾萨能赢个几局 你觉得很强吧 兄弟不要有这个错觉 我认真的 还好我有这个 我觉得吧 要不扔了 因为我这个牌不想出 他如果这里洗刷刷 我能一加一 然后再打一个这个三 这个如果给他解了 我想启动这张牌就很难了 他不启动 你可以硬币打6 或者硬币打泰坦 但这个1一定要留 不然你怎么启动这个牌呢 你手里面都是高费 打 你看是不是 他如果给你解了 你把1-1出了 你是不是这里都没有办法启动 这个 不行啊 上游和我爆牌了 就因为我爆牌了 所以我不抽了 我10张牌 你看这一波不是就 很完美的化解了 真的 你不要小看这个1-1 这东西大有作用 我觉得 赌一下 还是复制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突袭 撞一下这个 这样是有最大的概率 把这两个牌解掉 可以了 他这里再刷 再刷的话 我就打1加1 如果我拿这个呢 如果我打5加1 再build他一下 看他场上有多少怪吧 你看这局就是我没有时间 把这个打出去 导致我这个泰坦的费用 实在是有点高 最终的 完美 活到泰坦了 兄弟们 我活到了泰坦 OK 我打盗贼 活到了硬币泰坦 虽然这把是有点弱者的气息 我承认 但我活下去了 对面开始赌梦了 我这里还是会打泰坦扭 他如果打导演 拉我泰坦 没用 你拉我泰坦是用不了的 这里还是要扭 这个场面一定要解 对面手里面 一万张处须和一个导演 女王那个剧情 可能不太好吧 为啥他不打呢 也不好说 最好他女王那个剧情 是老剧棋 这样的话 我就能把这个里面解掉 导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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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我能把这个不错 过应该输成了 你 зам硬币 不是 有什么 这不错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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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536是没有了 有个牛头人 但牛头人还是太慢了 这把我卷轴都没开 这场不好解 如果这回合我打3加6 这个泰坦下回合会出6杠8 我已经没卡过 变咖歇火 给你去赶快 我下游户还是不好解 他一定会打6-8 这6-8怎么整 哇 这里有个536我就解了 哎呦 可见536重要性 我下游戏 想赌个剧毒刀 如果剧毒能过墙 我下游可能打5加3 这里不可能硬石废刀了 因为一定是5加3加这个了 但没有赌到 好像我杀了 只要我没死的话 我杀了 帥嘛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作为一个打战士这个局来说 打别的局是无所谓的 能牛头里面找脏鼠吗 这场供真的很高啊 不好说 我接用月圆之夜嘛 月圆之夜9月29号要出横屏模式了 我等他们出了横屏模式以后 就多播一会儿 因为竖屏模式的直播 实在是没有什么观赏体验 我等他们出了横屏 就过两天他们就出横屏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实用的副石 这是个什么中立起 E费那个一定是解奥丁的 那厂商这个厂功已经很高了 兄弟 那里我就认为 章属即便拉到了 我解掉 这厂功也真的很高 我觉得四费乐章 五费把它费用锁上会好一点 对不对是个控制奶旗 或者是一个那种复活的什么灵 灵种什么什么旗啊 那个东西应该 土灵土灵土灵 这真的概率变高了 今天一直三会太太 我都有点不太适应了 哦 还打 随我脸 无能狂暴 王阿姨 936嘛 就什么好留给他的 还有好多牌要扭 还有那什么533可能会坏 那个东西 这你还扭柳 扭柳 柳柳 柳柳 对吧 柳柳 柳柳 人都没了 这想多了吧 学校 认真了 这需要936吗 需要吗 别逗我 妈妈我害怕 对面是蚂蚁哥 以前也是职业选手 我给那个人插了 他说这个皮肤跟我一样好看 拉了吧 这种观众直接拉黑吧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拉黑 法强的 哎 这个局我们先来一下这个思路 首先撕牌最好 撕掉它复活 或者撕掉一点伤害 然后锻造一把乌龟刀 但这个局实费刀估计来不及 老粉觉得我比较可爱 可是我没有觉得我跟他比 然后我比较可爱 是一件让我觉得开心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非要拿我跟他比 有机会 锻造也来了 眼睛会说话 我跟他心语性的沟通 我跟他对视 跟他 看了没有 丑暴了 他咬我了 哇他不打人的吗 不是无限刷刷刷的奇迹德 他变我 OK给你眼珠打爆 这皮肤真的恐怖